2009年双方坚定司法互助协议之后 从这2011年 其实大陆它就组织了 包括大陆十个省市 台湾还有东南亚的 总共是八个国家 共同来打击犯罪 总共是抓获了 就有7700个协议犯 其中4600是台湾的 4600是台湾的 哦好吧 因为大陆媒体有一种说法 它说在台湾从事电信诈骗的人 大概有10万人 10万啊 这个说法还是台湾给大陆的资料 10万人 结果就是因为送牌之后 确实是都是轻判 就是这样子 而且立刻隔两年 又看他的犯案 这么多年来的话 这个几百亿的大陆人的钱被骗 可是说才又丢脸了 结果知会台湾 最后追回去只有20万 在菲律宾 那边有了 那边不要放弃啊 全国起来 不要动 趴下 爬地上 爬地上 是他的工作间 我们2009到2016 从海外返回台湾的电信诈骗犯有6000人 真正被判刑的只有500人 因为我们的监狱下的总容量只有6万 那我们的诈骗犯有20万人 所以轻罪不罚就直接放人 那为什么是台湾人最好用呢 因为他诈骗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大陆人啊 那你会讲中文 那第二个你免签的国家有150个 所以你随时可以在柬埔寨 四年间600人落网 大陆警方全球抓捕射电信诈骗的台湾嫌犯 有外媒竟倒打一麻 据英国管部公司12月1号报道 一个位于西班牙的所谓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发表报告称 2016年至2019年 至少有约610名台湾人 从世界各地被遗管或遣返到中国大陆 这些案件中 以西班牙遣返的219人为最多 其次是柬埔寨117人 菲律宾79人 亚美尼亚78人 马来西亚53人等等 然而胡扯的来了 他们竟妄称 此举相当于破坏所谓的台湾主权 以实现中国政治目标 另一家德媒就发话了 西班牙的这个所谓人权组织 羞于提及这些台湾人 被遣返到中国大陆的真正原因 是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涉及电信诈骗案 将来报告中指含糊称 中方曾说相关案件的受害者 包括大陆公民 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 民进党当局惩治诈骗分子不利 加之两岸沟通机制停摆 共同打击犯罪也有名无实 这使台湾诈骗分子再次活跃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大陆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明显增强 大陆警方近年来的重拳打击电信诈骗 屡屡破获 包括2016年肯尼亚跨境电信诈骗案 2019年西班牙跨境电信诈骗案等 被大陆受害者追讨正义 就连台湾民众也是拍手成款 不少人说台湾电信诈骗恶名昭彰 因为拔得太轻了 送回大陆正好 都2021年了 竟然还有外媒拿电信诈骗炒作 大陆打压台湾 难道是反华到箭头 他们拿不出牌 就开始胡乱出牌了 替诈骗犯打人全牌 自己不觉得可笑吗 我拿的是台湾护照 我不是中国人 回到中国我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所以呢我不能引渡到中国 所有人都是这两句话 基本上就 但没有用 西班牙的法官这次的态度很坚决 因为他对台湾这套做法很反感 我就要是要把你引用给中国 那么这次我们也是唯一创新历史 是以中国政府的名义 聘请了一个西班牙人大律师 在法庭上代表中国政府说话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